嗨,欢迎回到这个频道 欧家生活,我是诺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婴儿房布置 那我记得自己在华英的时候 就上网看各式各样的婴儿房布置 然后从生母蛋之前开始布置 到现在已经两年了 那今天想要跟大家介绍一下 母蛋的婴儿房布置 跟我当初做的事情 跟使用到现在的真实感受 我们先从婴儿床这个部分来介绍起 一开始我们是用床边床 放在大人的床旁边 然后方便半夜 哄睡,喂奶,洗屁股 随时要把小孩抱起来等等 那到孩子们四个月左右 我们就开始训练他在自己的房间里面睡觉 我们在布置跟训练上 有做了一些巧思 让孩子睡得舒服 并且可以睡过夜 让大人可以拥有自己的生活 可以在婴儿的时期拖着他 到厨房陪我煮饭 或者是拖到厕所门口陪我洗澡等等 非常的方便 那大张的这个是IKEA的婴儿床 这个是在脸书的一个社团 叫play it forward 里面看到有人要赠送 几乎全新的二手 所以我就赶快私讯他 跟他约时间要到的 那我会把这个资讯打在资讯栏里面 那接下来是这个尿布台 这个尿布台呢 是以前的室友留下来的旧书桌 我把上半部的书桌拆下来 放到别的房间里面去当做置物架 那下层呢就七层白色 上面放尿布台 这是一个尿布台 Size刚好可以放在这个书桌上 那尿布台为了他的安全性 下面是有绑起来的 那侧边我就放了一个 这个是当做垃圾桶 牡丹换下来的尿布 我就放在里面 因为这个也不能放太多 房间会有味道 所以每放一个 弄完小孩就马上拿去外面丢 那另外一边呢 我是放一个收纳盒 其实我用到现在觉得 尿布台不用放平民罐罐一大堆东西 就这样子 差不多就可以把我所有要用的 都收纳到里面 卫生纸 尿布 婴儿纸巾 然后还有 他的B5 这个东西是小孩子 皮肤带干啊 或有湿疹啊 都可以薄擦一层 在他的皮肤上面 然后他如果有不小心 有受伤的话 有药膏 一袋 也是拎疹 那他的尿布台下面呢 我会储藏一些东西 比如说现在用不到的暖气啊 就收纳在下面 还有洗完澡擦的乳液 还有我们会在这个房间 常常播放诗歌 所以有放一个蓝牙音响在这里 那其他一些 不会用到的东西 就收在那边用一块布 把它盖起来 让视觉上看起来比较清爽 那尿布台的上面 我有放了一面镜子 镜子旁边是 圣经的经文 有时候我抱着他 擦 洗完澡擦干净的时候 就让他一边照镜子 用一边用这些经文 来为他宣告 那这个地方呢 是我在 怀孕的时候 我就做好的层板 这层板的做法非常简单 好像是小北百货 买到的这个L型的固定支架 然后这个板子是 在iColor买的 所以这些 可能两百块左右 就可以做好了 那里面就照自己喜欢的 布置一些装饰品 上面是一幅 我送给他的第一个礼物 是一幅油画 那接下来因为我们是分房睡 所以会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 是宝宝摄影机 这个宝宝摄影机是 那个时候姐妹和送的 我买的品牌是Cubo AI 它的功能 算多吧 因为我没有比较过 别台的宝宝摄影机 所以这一台用的 算是蛮喜欢的 它是有空气的湿度啊 温度啊 还有有没有被遮到口鼻 有没有翻身都会告知 那它的镜头是 不能转来转去的 都是固定一个方向 就是一个方向 所以要固定在 你看得到宝宝的 这个区块里面 那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方 就是窗帘 这个窗帘呢 我有特别挑过 它是透光的 当宝宝在妈妈的子宫里面的时候 是24个小时没有昼夜的概念 睡睡醒醒 醒醒睡睡睡 所以在挑选窗帘的时候 我就选择 当孩子下午午睡的时候 光线会透进来 让他知道现在是下午 然后晚上睡觉的时候就全黑了 这个是晚上 养成他白天活动 晚上睡觉的习惯 那这个窗帘因为 它后面这个是挖空的小猩猩 白天太阳照进来 会像一个一个小猩猩的很漂亮 那这上面也是一些简单的 装饰品 我钓了一个 IKEA的假盆栽 在这边 在这边 那窗帘的下面呢 我刚好利用这个空间 为他做了一个阅读区 有时候牡丹就会拿着他的书 在这边看书 有 要看到小鸟吗 有 还有云 有小鸟 小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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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个 是我以前用的野餐篮 现在没有再用 就给它当脏衣篮 让他训练自己把脏衣服丢到篮子里面 我再一次拿去洗 那对于牡丹的衣柜 我就没有特别去找到适合他的 目前都還只是用我以前的衣櫃 拿幾個抽屜來給他用 他衣服也不多 大部分都是二手的 所以收納很簡單 就是上面放常常拿的衣服 最近穿的就放上面 然後下面就是不常穿的 之前比較冷啊 比較厚的衣服 現在就移到下面去 所以我對於收納目前是 還沒有什麼特別的心得 但是你可以把舊的穿不下的 就寫好幾公分的然後是什麼東西 那因為這個衣櫃的上面還有一些空間 所以我也放了一些書 放書的原因是他現在的身高 剛好走過來這裡 是可以自己拿到書 拿到書了以後坐在他的閱讀區這邊 他就可以自己坐在這邊看書 然後看完書訓練他 把自己看完的書放回 大象 這個書架是我喜歡的房子圖案 就這個頻道歐家生活的logo 我也是設計成一個房子圖案 剛好也是以他的身高 他可以剛好過來拿書 然後回到他的座位去去看 那最近我給他擺的玩具是 像疊疊樂 他這個快兩歲的年紀 他很喜歡把東西疊在一起 嗯哼 Oh my gosh Owl Yes You did it Bravo 拍拍手拍拍 疊很高他就覺得很有成就感 會跟自己說哇棒棒 Bravo等等 然後這是他非常喜歡玩的小木馬 小房子 他很喜歡堆這種 IKEA的軟積木 接下來牆壁上的擺飾 是擺了一個 那個時候快升他之前去宜蘭做的一個 手工藝 還有 就是我們的信仰的一個海報 Armor of God 還有 金紋 我就希望他的房間裡面有很多神的話 一起兼顧他 陪他長大 那這個地上呢是 這個房間本來的地板是一個很可怕的綠色地板 我在蝦皮上買了 可以黏貼的 塑膠片地板 塑膠片地板也好 因為對於台灣來說比較不容易潮濕 然後整個房間鋪起來 不到一千塊 然後剩下的我又去鋪廚房的 櫃子的底下 所以是 划算的 而且我想賣淺色的 視覺上 看起來會比較清爽 這個是 蠻好用的豆豆毯 你可以去做一下功課 豆豆毯他是冷的時候用豆豆的這一邊 比較熱的時候 用比較涼的這一邊 就很實用 這個是他晚上會抱著 睡覺的 小玩偶 有時候頭髮還沒有完全乾 我也可以拿這邊幫他擦一擦頭髮 然後裡面有時候他的嬰兒床裡面會丟一些軟的 書 讓他睡醒的時候可以自己坐在這邊看一下書 目前丟在他的床上的是這一本 Guess how much I love you 今天就介紹到這邊 那有什麼問題都歡迎再問我 下次見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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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螢幕君 你的話 就別忘了 Ninth 你的話 你不會再責任 你也沒有 就是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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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